美国总统川普的私人律师 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17日表示 川普竞选团队已有几项选举案件准备就绪 当一些州法院驳回部分与选举诈欺相关的关键案件时 法律战将步入联邦最高法院阶段 这是川普团队正在准备的重头戏 川普2016年竞选数据和战略主任布雷纳德在推特上表示 调查发现在整个宾州共计有将近16万5000名共和党选民寄回了选票 但在数据库中却没有记录 这说明这些支持川普总统的选票失踪了 而拜登在该州的领先优势只有7万5000张选票 美国内华达州的克拉克郡本周宣布废除一个地区的选举结果 经过相关处理该地区被取消认证的选票有15万3000张 原因是发现无法解释的选票差异 美国总统川普称赞了这个做法 并说这是申诉选举舞弊过程中的一次重大胜利 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主席沃德博士16日发影片向选民保证 选举必须按照法律公正的进行 要保持坚强和坚定 这次选举还远远没有结束 上周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已经提起诉讼 要求按照法律的要求 由选区人工计票而非投票中心计票 新唐人眼海电视整理报道 新唐人眼海电视整理报道